新任行政院長毛治國八號正式上任 毛治國從卸任行政院長江儀化手中 接下硬性 由副總統吳敦義間交完成交接 副總統吳敦義肯定江儀化任內的成績 但也坦承九合一選舉的結果 顯示行政部門對於國人期許 確實有落差 執政黨承擔了嚴重的挫敗 就必須更深更大幅度的立行改革 以能夠挽回重建國人對於政府 和執政黨的這個信心 毛治國多年擔任政務官子裡豐富 他表示臨為壽命 接下行政院長一職 未來的挑戰超出過去處理危機的規模 內心感到惶恐 他期許內閣團隊以更謙卑的態度 透過更主動積極的溝通去理解民眾的期盼和需求 尤其必須了解網路族群的需求 促成跨世代的合作 並積極協助年輕世代完成夢想 我們要以這種新的認知採取有效的行動 來為青年人來為青年人找出路 為老年人找依靠 為企業找機會 也為弱勢者提供有尊嚴的生存環境 前行政院長將一化回顧任內施政 表示民眾權利一時高漲 對於政府的期待越來越多 卻要求政府精簡規模 降低支出減少干預 兩者如何舉得平衡 有待行政團隊繼續發揮智慧 一化個人的才智有限 無法超越種種的限制 創造出更多令民眾滿意的施政成果 因此辭職下台 似乎也是一個理所當然的選擇 江一化卸下隔回 表示會為繼續接棒的夥伴加油 交接典禮後 江一化逐一和行政院員工握手 自行開車離開行政院 離開政界 退回私人禮日 中央設計的張志彥 台北報導